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个新版本中无疑是李莫愁略胜小龙女一筹 也就有了最美李莫愁的说法 李莫愁的扮演者是毛玲玲 这反而让这个角色颇受期待 因为毛玲玲五官精致 冷艳中幼幼霸气 很适合出演这个女魔头角色 而且毛玲玲因为出演《蓝灵王》中的恶毒女配正儿一脚走红 已经成为了坏女人专业货 驾驭这类角色绰绰有余 单看剧照毛玲玲的李莫愁还是很美的 少了几分清纯 多了几分孤傲 最主要的是没有年龄感 这很符合原著中的描写 而且它一张战利的剧照 也透露出身姿这风情万种的身姿 面向冷艳巨傲 应该不会像张星宇版本有那些傻白甜类剧情 不过这部剧的浮化道还是让人担心 这般李莫愁穿着一身黑色衣服 古典武侠的感觉不多 也不像倒鼓打扮 毕竟这部剧还没有播出 毛玲玲的李莫愁到底演绎得怎么样 还未可知 由此看来 李莫愁这个角色并不是那么容易演的 尽管成红 张星宇美貌惊人 但是要说演出这个角色精髓的还是雪梨 雪梨饰演的李莫愁可谓是用最保守的造型 演出了最惊艳的效果 一袭黄道袍 一干浮沉 美目流畔 头塞带晕 几乎就如原著所言 眼前人除了歹穿道袍之外 仍肌肤娇嫩 宛如昔日好女 虽然第一眼看到雪梨不是那种很惊艳的美 但她却能靠气质和演技堆积起来让人幸福 或许也与她本人的经历有关 戏里戏外都是被渣男玩弄感情 违情所伤的雪梨最终赋予这个角色的那股挫败与悲凉感 远比其他版本来的深刻 最后她在火中的回眸与笑声至今仍应刻在无数观众的脑海里 造就了这个角色最经典的一幕 雪梨版的李莫愁可谓是一边让人恨得咬牙切齿 一边又让人惋惜她的遭遇 除了雪梨版的李莫愁 我们再来对比下其他版本 较早的一个版本是1960年香港俄媒电影《神雕侠侣》 梁肃琴扮演李莫愁 其中《神雕侠侣》当时还没在明报上连载完就已经拍摄出来了 可见这部小说当年有多火爆 该版《神雕》一共有四集 剧情与原著小说有很大出入 杨过是没有断臂的 也没有郭湘这一人物的出现 更没有16年后绝境谷底的重逢 杨龙二人姐开情花读后就大团圆结局了 剧中的杨过和小龙女分别由谢贤 男红饰演 而李莫愁则由梁肃琴徒佑一出演 梁肃琴是香港乐剧《二邦花旦》著名影星 有一谈才女的美称 琴棋书画街广泛涉猎 年幼时就以拜陈景堂为师学习花旦台步及武打技能 她是影史上帝一个饰演李莫愁的女星 论长相 趣致还有演技都是当时影坛的佼佼者 但由于年代过久 如今只剩几张模糊不清的剧照 所以始终未能一睹前辈的风采 1976年加世电视剧《神雕侠侣》 张敏廷扮演李莫愁 该版的杨过由罗乐林扮演 小龙女由李通明饰演 俩人的形象与书中描写的俊男美女 可以说是完全不符的 而张敏廷饰演的李莫愁也是与美女一词占卜上边 打扮上来看平平无极 粗衣麻布和头巾都是那个年代特有的造型 满满的质铺感 不过张敏廷的演技倒是挺出彩的 把李莫愁视天下男人皆为父亲汉的那股忧怨很近 表达得很合适 除了容貌和造型不够让人满意外 其他方面也是没得挑 1983年邵氏电影杨过渝小龙女 田妮扮演李莫愁 83年邵氏出品的这部杨过渝小龙女是偏冷门的一版 对于很多观众来说存在感较低 虽然该版知名度不高 但演员阵容却很强大 有张国荣 翁静京 刘雪华 陈关泰 顾关中等多位俊男美女连妹主演 李莫愁一角则由当时邵氏的著名艳星田妮饰演 田妮是京剧出身 演技和外形并不差 可惜这部剧里她的造型太拉胯 头上戴的假发套后重又廉价 实在是太影响颜值了 1983年香港无线电视剧《神雕侠侣》 吕友慧扮演李莫愁 83版的《神雕侠侣》作为80后心目中的一代经典 它的地位在影史上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其口碑也并不亚于95版 这版除了男女主流德华和陈玉莲外 吕友慧饰演的李莫愁 也是得到了诸多观众的认可 作为TVB的黄金配角 吕友慧有颜值有演技 她出演的李莫愁 在性格上更侧重于女魔头的狠辣 丝毫不具备温良的一面 和人对峙的时候 演珠子咕噜一转 透出一股咄咄逼人的气势 让人看得怪害怕的 1984年台湾中视电视剧《神雕侠侣》 赵天力扮演李莫愁 这版《神雕侠侣》是由潘影子和孟飞主演 此剧当年在台湾播出后收视和口碑相当不错 只不过现在回过头来看这部剧演员的造型争议颇大 首先是孟飞饰演的杨过短袖搭马甲 像个圣斗士似的 其次潘影子饰演的小龙女太艳 胭脂味太重 全身blingbling的着装 要多眨眼就有多眨眼 最后赵天力饰演的李莫愁 更是可以用辣眼来形容 眉心一点红 冲天丸子头 额前留着两根爪子式的刘海 乍一看还以为是杨军军 赵天力饰演的李莫愁 着实把人吓得不轻 造型奇葩也就算了 偏偏颜值和演技都不在线 一拼一笑的表情和新门大妈有的一拼 1998年新加坡电视剧《神雕侠侣》 潘玲玲扮演李莫愁 这版的《神雕侠侣》虽比不上港版经典 但比内地翻拍得要强不少 演员阵容也是当时新加坡首居一指的一线明星 其中李明、顺和范、文芳这对夫妻搭档 更是立版里感情演绎的最细腻的组合 不过在李莫愁这个角色上 不懂造型师是从哪找的灵感 给明明是倒锅的李莫愁 套上一个铜钱毛线头的假发套 更有趣的是 切拳颈的时候 头顶上方还突出一小撮冲天炮 有网友还调侃静看像如来打磨 远看向天线宝宝 可都了 其实潘玲玲本来长得挺美的 受造型拖累 当时28岁的她硬生生被打扮成38岁不止 好在后期潘玲玲靠眼 即为自己拉胯的形象挽回了一些人气 1998年台湾台式电视剧《神雕侠侣》 陈宏扮演李莫愁 这版《神雕侠侣》可谓是自开播以来 就被观众反复编试的一版 无论是《人贤奇》版杨过 还是《吴贤连》版《小龙女》 都受到了全网群嘲 不 这版除了主角外 配角各个貌美如花 尤其是陈宏饰演的李莫愁 那更是美得像仙女 当年台湾电视剧导演的选角 还真是让人挺费解的 让陈宏扮演爱而不得的李莫愁 在颜值上不得把 《吴贤连》的《小龙女》 按在地上摩擦嘛 不 最让人瞠目结舌的是 这版剧情的魔改程度是金庸看了也会吐血 陆展元和公孙芷长得一模一样 且欧阳峰和公孙芷都同时爱上了李莫愁 结果李莫愁酒后乱性 竟和公孙芷共度良宵一晚 之后 李莫愁摆出一副小女儿姿态和公孙芷谈起了恋爱 完全忘了自己是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女魔头 这魔改程度 事与正看了也甘拜下风了 尽管折宏在貌美如花 也让人看得三观碎一地 2006年内地电视剧《神雕侠侣》 孟广美扮演李莫愁 这已经是张继中第三次翻拍的金庸武侠剧 该版本口碑虽说褒贬不一 但大部分选角还是挺符合原著的 孟广美饰演的李莫愁长相和演技过关 可惜悔在造型上 她的发型比较前卫 中间还有几根挑染的头发 在张继中最擅长的古风机搭配之下 发丝乱飞 黄眼间还以为是眉超风误入片场 孟广美出演这个角色时 已经38岁了 年龄虽偏大 但演艺德也算到位 其胸狠伶俐的眼神 十分符合大众对李莫愁的想象 2014年内的电视剧《神雕侠侣》 张兴宇扮演李莫愁 继98年台版后最饱受吐槽的一版 剧情《玛丽苏不说》 选角也是迷了一批 该版甚至和98版一样的迷之深美 除了女主 女配哥哥长得如花似玉 张兴宇饰演的李莫愁 更是全方位碾压 陈延西版《小龙女》 讲真 张兴宇版李莫愁长相真的很赞 不过由于事于正直导 剧情自然不堪入目 造型艳俗就算了 台词也过于降制 比如李莫愁第一次被陆展元 亲了一口的时候 脱口而出一句 这是我的初吻哀 是不是一下子就漏了很多 这不明白这是一部 披着武侠外衣的古偶剧吗 属实是挂羊头卖狗肉 对比以上立版李莫愁 大家对新版毛玲玲 扮演的李莫愁是否有期待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一起讨论